三十二 巨智者数语之谈 众所大悟 无才是论经据典 众无所得 言多者非才行 君子参之 喜欢夸夸其谈 一张口就有说不完 道不尽的废话 为了表白自己的才华 而费尽一切力量匕首画脚 结果 所有的人听了他的话以后 感到莫名其妙 滔滔不绝的 蚕词乱语 与正题毫不沾边 这种人 实质上是没有才华的人 是没有真知实践的人 真正有本事的人 有才学 有知识的人 往往会片言绝纷争 言简一截 很简单的话 术语之谈 就能使大家顿然明白一切道理 所以 我们鉴别一个人 有无才华 有无学问 应该看他的语言 是否精道 说到点子上 如果 他是有才华 有学问的人 哪怕 就是很简单几句话 即能解决你的疑难和大问题 这 就是真正有才华 有学问的人 神经济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